分享爱的力量 让我们向幸福出发 这叫二点 觉得自己没有面子了 然后上学呢 大家好多同学都围到窗子面前说 哎 你你看那个有个小傻孩 50年 正好50年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仅仅播出了两次重播的时候 有效电话就接到了 大家最想要知道的就是 这一家人团聚的时候 那一刻的情谊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欢迎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愿而至 人生向幸福出发 永远是现代进行时 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 可以通过关注腾讯视频 腾讯微博和新测微博 了解我们节目更多的动态信息 大家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这里是向幸福出发 我们继续来感受爱的力量 有请委托人小五龙 小五龙 小大人小五龙 今年多大了呀 六岁 六岁呀 你的本名叫什么呀 来咱把快板放边上 可是我不敢说 为什么不敢说呀 我看你找我投资 怎么说 你叫什么名啊 我叫李嘉诚 就是那个李 就是我们都知道的 那个李 那个家 那个城 李嘉明 咱们借点什么 差一个字 六岁 你一说六岁 我听到我们观众戏当中 很多叔叔阿姨 是觉得他看上不像六岁是吧 不像几岁啊 十二岁 翻了一个背 您看 你这一会又转了 就翻倍了 多长了六岁 多长了六岁 转了 听说你特别小的时候 就登台了 对 几岁啊 四岁 四岁 哇 童星啊 你登的是什么舞台啊 我爸爸开了个相声园子 在里面说的 哦 在自己家开的相声园子里 说相声 对 哦 那你也算是你们 这个相声馆当中的腕儿吧 知道什么叫腕儿吗 知道手腕儿脚腕儿啊 手腕儿不如脚腕儿粗 脚腕儿不如我的腕儿搭 你给我装傻是吧 那是卷儿 对吧 对 卷儿我不能算得起 卷儿是 你像梅拉方案 京剧代表 这些给我们留下的东西 老艺人才算卷儿 那您算什么呢 我算腕儿吧 有绕回去了啊 你通常能跟别人搭档 说相声吗 大的小的老的少的瘦的 矮的高的胖的都行 呦 你这么说 你不给我们露两手 好像也说不过去了 对 那给你先找个小孩 行 我表姐吧 表姐 有备儿来了 表演什么呀 双簧 双簧 你叫一声表姐 来了 你们俩要表演一段双簧 得先准备准备是吧 我将给她化化妆 这叫一饼 一饼 这叫二饼 闭嘴 闭嘴 这叫什么 这叫白痴 那咱赶紧来吧 来吧 来吧 在那几根毛竖起来 真不错 太多了 传统艺术后继有人啊 他们俩加起来 一个六岁 一个八岁 加起来十四岁 给咱们表演最传统的双簧 小便一卷 我站在藏街 谁给我鼓掌 我管谁小姐 哎 唐僧 骗子骑马 登了个登 后面跟着个孙悟空 孙悟空 跑得快 后面跟着个猪八戒 猪八戒 鼻子长 后面跟着个沙和尚 沙和尚 挑着个锣 后面跟着个老妖婆 老妖婆 真是坏 想吃唐僧和八戒 牢妖婆 真是坏 想吃唐僧和八戒 牢妖婆 真是坏 你有玩吗 咱来这 向幸福出发 你得给咱这个栏目编一个 好 来来来 来好的 向幸福出发 真是好 人来的可真不少 大爷大妈和大嫂 为了这个节目全来了 好 好吧 你不刚才说了吗 小孩大人你都行 小孩来了大人呢 也行啊 也行 找谁呢 我爹啊 来 有请李嘉诚的爹 今天呢 有我们俩 给大伙说点相声 我得先说啊 你先来 对 我先来 说相声啊 脑子必须得好使 我脑子就好使 你什么脑子就好使 对呀 我给你猜一个 我两次 你就猜不上来 来来来 我猜出来了 什么 你裤裆丝拉 不对 炸油条的 丝拉就是炸油条的 对 你还有吗 还有还有 还有再来 再来再来 丝拉 又丝拉了 对 你这个丝拉我还猜不着 又炸一根 这又炸一根啊 对 你还敢来吗 你敢来 我就敢猜 你敢猜 我就敢来 来呀 撕他 炸油条的 炸麻花的 我们是说这样 对 嘴皮子利落 嘴皮子利落 对 我们是靠嘴吃饭 我说一句话 然后我说的这句话 你把它给翻过来 哦 就是你说这句话 我把它翻过来 翻过来 简单 来 桌子 桌子 椅子 丝椅 板凳 凳板 二人凳 我凳二人 我凳谁谁都在揍我 我脑袋 我呆脑 我呆头呆脑的 我眼眉 我没眼 我鼻梁子 我凉鼻子 我耳朵 我刀耳 我成猴了 我嘴里长鸭 我压得长嘴 我成了妖怪了 我背着老头上医院 我背着医院上老头 我是唐三藏 我是藏三藏 我是杀和尚 我是和尚杀 我是猪八戒 我是八戒猪 我是松猴子 我是猴孙子 我逛花园 我花园逛 我看花 我花看 我是牡丹花 我是花牡丹 我是勺咬花 我是花勺咬 我是鸡关花 我是花关子鸡 我是茉莉花 我是花茉莉 我是狗尹巴花 我是花尹巴狗 别急别急 我请您吃饭 请我吃什么 我请您吃 蒸羊羔 蒸熊长 蒸物营 烧花鸭 烧厨厨 我吃了 我吃了 有没有吃过 我吃你了 你真是 你这菜 我都吃 我有道菜 你没吃过 什么菜 我是9鸭子 你没吃过 是你的 这爸爸也是专业说相声了吧 也算半个专业吧 实际上是我等于就是我把他给害 这怎么说 我喜欢的曲艺 一直就是梦想着 要开一个这种相声园子 你说他从小 他就在相声园子里是长的 慢慢的他就是耳心目软 没错 时间长了 喜欢上了 喜欢上了 而且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他现在是见了舞台他就要上 见了舞台他就要上 他现在是这么个情形 那您去拍电视剧带着他吗 主要是他演 他也去拍电视剧了 对 演过什么呀 跟我们说说 荒叶风果县离 翻演李呼噜 我们这有照片是吧 您这造型是正面形象还是反面形象 演的什么 是小巴露 他演的小巴露 这晒太阳 那脸都冻了 那脸上都冻了 拍戏辛苦吗 开心了 喜欢吗 吃了三个月的和饭 吃了三个月的和饭 没吃到肉是吧 不能光说 看了那么多剧照了 得给我们演上一段 行 行吗 要配合吗 我不叫这个多气 做演员的 咱们演那个就是在戏里头的 你爸爸你妈 他们出发 你这是一场哭戏 演那场行吗 马上就得哭啊 李嘉诚从来不惧怕任何挑战 你现在你先站起来 先看目送你的爸爸妈妈上前线 当时你的表情 好吧 那个 是笑吗 应该是哭啊 想想 想想 再想 你爸爸你妈 上前线去打鬼子去吧 有可能会牺牲 然后你和保育院 就进到大山里头去了 好多叔叔 都为着这儿都牺牲了 想想 想想 看看前面 看 能哭出来吗 想 想想 想想 你帮你帮 很不容易啊 因为我们现场 其实整个气氛 都非常欢乐的 然后突然之间 这孩子啊 好 就进入角色了 这部戏结束 演员准备 换个镜头 爸妈回来了 爸妈回来了 太讨厌了 现场真是这样的 立刻就得转 真是这样 你看他笑了笑了 爸妈妈回来了 要高威乐器 爸妈妈回来了 我现在终于明白 你爸登台的第一话 就说 我害了我儿子 因为我喜欢 把他带上这条路 小舞龙 李嘉诚 你将来的梦想 是什么呀 当侯宝林一样的大 好 这个目标好 你今天作为委托人 来到我们的现场 你要感谢谁呢 这是我爸爸 为什么 因为开朗我 学了很多东西 因为他就拍戏 学了那种 不怕苦 不怕累的经验 爸爸对你平时严格吗 你做得不好 他会骂你吗 好还是不好呀 你这眼泪 来来来 不不 爸爸你跟我们说说 这孩子怎么说到 这哭这么伤心啊 是怎么了 你知道吗 加成 怎么了 怎么受委屈了感觉呢 想起来确实是孩子不容易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大家都把掌声送给他 但是你仔细想想 他毕竟只有六岁 四岁登台 他真的吃的苦肯定不少 他自己要求上了台 而且他自己找我们园子里头 有一个打四叶板的演员 他会做大褂 他让他给他做了一个大褂 因为我的为观众负责 就像他 你说他上去以后 这算怎么回事呢 然后他们就给我打了电话 说他登台了 我说他怎么能登台呢 我说他行吧 没问题 他说他没问题 而且他上了台以后 他那份特别整 我没有教他 就到现在我也没给他归录 就是加成 我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 那么多相声大师 取一大师 为什么你就单单 想成为像侯宝林那样的大师呢 他的那种风格很好 你喜欢他那种风格 他是一种什么风格 特别正 特别正 正 李嘉诚 这个目标远大 是 你知道吗 侯宝林大艺术家 他其实书法写得也特别棒 他是博览群书 所以他的相声才说得非常的好 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好好学习 说相声其实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要懂非常非常多的知识才行 对不对 你和你爸爸也算是父子当 对不对 在相声界呢 还有一对父子当非常有名 今天他知道你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有一些话想要跟你说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不好 来 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杨大华老师 和他的儿子杨逸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笑 李嘉诚 李嘉诚小朋友 我们一般说到李嘉诚都是李嘉诚董事长 李嘉诚小朋友说相 证明说相将来也会出现一个巨人 小朋友挺棒的 形象各方面 首先热爱相声就是了不起那件事情 当时应该是他内涵非常的丰富 他需要基本功 逻辑各方面 李嘉诚小朋友 你具备一个未来相声好演员的天赋 但是不要让这个天赋把你过早的夭折 这个天赋是告诉你将来要好好地学习 将来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相声明星 祝福你 李嘉诚 加油我们看好你 你还没唱过歌呢 歌能唱吗 能啊 对相声得说学逗唱样样都行 接下来唱什么歌送给爸爸 爸爸去哪儿 哎呀太应景了 来有请 小婷你会唱歌星星吗 我会啊 那我就就好了 好啊 听口听口听从道 好爱玩点玩都好 你又跳掉了 我的家里有个人很酷 但走流比到墙不入 他的手掌有一点堵 是我学会了走路 老爸 老爸 我们去哪里呀 有我在九天不怕地不怕 宝贝 宝贝 我是你的大叔 我一生陪我一生陪你开不住 我的老爸这个神话 扫定老妈觉得风华 就算有天跳光了呀 我可以战绿火辣辣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向幸福出发 我们继续来感受爱的力量 下面出场的这一对委托人呢 是姐弟俩 掌声欢迎二位 敬礼 媽媽的懷抱 聽得不懂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像一隻小小鳥 想要飛 卻怎麼樣也飛不高 也許有一天我騎上了指頭 卻成為烈焰的目標 我飛上了晴天才發現自己從此無依無靠 我是一隻小小小小鳥 想要飛啊飛 卻飛啊飛不高 我是神秘密 誰是秘密一個 溫暖的懷抱 這樣我要求算不算太多 我又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 你們都好不好 世界是如此的小 我們就得無處可逃 當我長期人情冷暖 當你決定為了你的理想與相亡 生活的壓力 比生命的嘴嚴哪一個重要 我是一隻小小小鳥 想要飛啊飛 卻飛啊飛不高 我心情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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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不斷的懷抱 這樣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想要寄出的懷抱 我心情冷暖 愛吃一隻小小小小小鳥 氣冷暖 ihrenhea い妬 想要飛啊飛還可逐 我心情冷暖 我心情冷暖 讓 mentor 算不乖 太高 太高 可要的要求 不乖 太高 你好 你好 来 小姨 请坐 坐 万春也 很多观众都非常熟悉了 她是我们星光大道的周冠军 我是头一回听你唱歌 我听说星光大道 你姐姐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 你也上台了呀 一段段 唱了一段是吧 对 能跟我们说说 那时候她怎么就上星光大道了呢 每次我在排练的时候 她一直都是跟着我的 然后排练的时候 她就一直跟着跳啊 跟着唱 但是彩排的时候到现场呢 她自己就冲上舞台了 然后她就跟着一起表演 就被她这种对舞台的渴望 被打动导演了 小姨在想 我也是有备而来啊 我也排练好了 她就这样 要一听到音乐 只要一听到音乐 马上就会跳 就会唱 她就特别喜欢音乐 特别喜欢舞台 小语 今天咱这舞台 你来都来了 怎么能不跳一起呢 我放音乐 然后你就跟着跳好不好 好 好 咱们有那个江南style 可以吗 可以有 可以有 来 来 来 我帮你拿话筒吧 江南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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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낮에는 따사로운 인간적인 여자 커피 한 잔에 여유를 아는 품격 있는 여자 밤이 오면 심장이 뜨거워지는 여자 그런 반전 있는 여자 너는 선어해 낮에는 너만큼 따사로운 그런 선어해 밤이 오면 심장이 터져버리는 선어해 그런 선어해 심장어해 몇 마�例 대답 поддержéo precis Creator 琪綱 네가 당신이 당신이 她是让自己开心 自我逃罪 她都不抬头 反正我开心 反正我开心 她记东西就是一瞬间就记住的 模仿能力特别强 是吗 你看她拿麦克她就学着 也要拿着麦克在那等着 拿着很老练 那就别等了 麦克都拿在手里了 你会唱《青山高原》吗 嗯 《青山高原》 那唱你去给我听听 好 好 好 十十年 有的那是谁 十十六三的一盘 淡淡说还有 不买这个 很适当风光飞 真是彩虾 真是彩虾 说的 好 好 我才先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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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走 小脸 那人说 那儿都 起 大 大 大 爱 谢谢 他绝对很享受这个舞台 很霸气 你看他的那种老练 唱着唱着 没掌声呢 难度最高的你猜是什么 他拿着麦克风打节奏 这是很难 很多我觉得大牌歌手上 他边唱 他拿手指 再给自己打节奏 非常棒小宇 超级巨星 好 你看这个弟弟是很有大牌风范 我唱了很多首了 姐姐该你来了 你想听姐姐唱什么歌 山路十八弯 来 有请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这里的山歌排队排 这里的山歌传对传 十八弯 玩出了出家人的金银在九连环 天出了出家人的珠宝坛 耶 夜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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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 是破网 那就我不乯 那就没有乯 且不乱就没乯 欢欢欢欢 欢欢欢 都绕着土家人的水和山 成立的山如是傍晚 这里的水路就连换 这里的山河派对派 这里的山河船对船 派对派 还收了土家人的孤河片 船对船 穿收了土家人的美女换 派对派 穿对船 派对派 穿对船 派派传 穿穿排排 都练着土家人的梦 河畔 我们的小雨啊 今年能告诉我们多大吗 实际上她已经有25岁了 小伙了啊 不太像 但是她实质上的这个智商 也就在两岁到三岁 这样 在我大概在三岁左右的时候吧 她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因为正常的孩子 应该两三岁的时候 就下地可以走路可以玩了 但她不能 她特别的软 她生下来就特别特别的软 只是就是扶着她也坐不住的 她真正走路的时候 在六七岁才能下地走路的 就是长不到 但是没说她现在能发展成这个样子 总对我们一家人来讲 这是没有想到的 你看能唱能跳啊 原来你是看不到这个未来 看不到她现在能这个程度的 原来你跟她说什么 她都听不懂 我相信是和你们家人的关爱分不开的 谢谢 谢谢佳明 谢谢 谢谢 好懂事 她很疼人 也知道疼人 你对她好 她也一样对你好 她有上过学吗 其实说到上学这个事 在我心目当中是最大的一个痛处 也是我们一家人最大的痛处 因为小的时候我一上学吧 我这边走了 她就会跟我跑出很远 然后我妈和我爸就得把她给找回来 逐渐的自己大了以后 也偷偷地跑到学校里面去 太可怜了 说实话就看得太 就向往学习 我妈和我爸就把她也送到学校了 也就一周 但在一周 她特别认真的听 特别认得学 但是呢 她还是不能够理解老师的这个表达的 所以后来就不能上学了 上中学的时候吧 就是那个时候我有点虚荣心嘛 觉得自己没有面子了 然后上学呢 大家好多同学都围到窗子面前说 哎 你你看 那个有个小傻孩 就这样 我就是可能从小就有 我有一样弟弟 谁要一说 哪个有什么情况 我马上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会不会是我弟弟 然后我也趴在窗子那一看 其实说实话 当时心想 哎呀 你咋来了呢 就特没面子 就觉得挺挺什么的 然后我就出去了 我就说弟弟 我说你先回家吧 你不回家 妈着急了 妈着急找不着你了 什么的 当时把他说走了 回来上课的时候 就没有心情上课了 我在考虑我自己 我有什么没面子的 我有这样 我为啥你们看就看到了呗 那知道呗 也没什么 但是我就对我自己做这个举动吧 到现在我也没原谅自己 你也不要自责 因为那时候你也还是个孩子 就那个时候真的有虚荣心 但是他并不懂 他只知道 我想我姐 我喜欢我姐 我跟着我姐 弟弟从小就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我爸爸妈妈身体都不好 然后妈妈呢 是因为02年03年左右 就是出了一场车祸 腰是粉碎性骨折 然后医生诊断说 如果再来晚的话 这个人就属于瘫痪了 我爸呢 也是在家里面 农村房子条件不是很好 风寡得特别大 他就上房去弄瓦 结果从房子上摔下来 差点命都没了 所以你成为家里的 可以说是唯一的支柱 负担应该说稍重一些吧 我也做了一些 很多工作 也比如说像服务员呀 希望工啊 像收音员 反正就是比较 反正力所能及的工作吧 我都有做过的 现在妈妈状况怎么样 我妈妈现在还在医院 刚做完手术 其实妈妈今天应该是接收人 来到我们的现场 但是因为身体的状况 没能来 小宇啊 你除了会唱歌 爱跳舞之外 还会画画 今天有一幅画 特别要送给妈妈的 是不是 她 准备这 可以给我们看看吗 好呢 来 这个是什么呀 跟我们解释解释 这个是嘉明哥哥 这个是他呀 这个是他 这个是美女 这个是我 前面的那个 下面那个是他 小刘海啊 这个胖胖是他 这个是我 通过这幅画可以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后面是小鸭子 你们两个领个小鸭子 我们两个带个小鸭子 后面还下蛋呢 自己都是自己创作出来这个画 不好意思了 妈妈因为手术不能来了 她的世界很简单 也很奇特 她能跟妈妈说点什么吗 能说得出来吗 妈妈和阿姨 我们爱要大声唱出来的 不能光说 你得给妈妈唱首歌 唱首爱听财未赢怎么样 有 来 有请小语 加油 我心想在米人 我心想在米人 这么多 心想在米人 饿 我心想在米人 都能弹 我心想在米人 我心想在米人 一來一來一 如果還有一點油的 女人手腳踢住肩膀 一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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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漂亮 掌声送给小语 掌声节拍握手 谢幕的造型 I feel you 嘔了 嘔了 所以这样的孩子 她表现出来的东西 都是最真实的一面 太棒了 太棒了 很难想象 在此之前 每一天 家人是陪她怎样度过的 怎样的抚慰她 怎么样的关爱她 才可以让我们看到 今天如此自信的小语 虽然说她是一个这里残疾 但是是她给了我最大的动力 包括我的唱歌 包括我这一次走到星光大道 真是她给我很大的动力 我想 我弟弟的几乎她的每个愿望 我都会努力的去为她实现 虽然说她跟正常人不一样 但是她也是人 她也有她自己的梦想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用正常的心态 来对这样的孩子 谢谢 开心呢 又唱了又跳了 满足你的愿望了吗 对 所以我要特别的感谢幸福出发节目 能够给我弟弟真正正正的让她在舞台上这样表演 真的特别开心 谢谢 爸爸妈妈有这样一对儿女一定非常的欣慰 我们来听听妈妈有什么话要跟你们说 来看这边 谢谢妈妈 妈病了 妈妈病了 她说妈妈病了 妈妈打针了 我在这里感谢幸福出发 我们俩老婆回你和我儿子最梦 我们走上中央电视台 这八个五台 我真感到幸福 虽然能先自上现场感受的幸福 我心里也真的很幸福 因为我女儿只能这么多年 别哭 别哭 我女儿这么多年太多不容易了 我这个当妈 我也做不到什么 只能跟孩子 这么大肚子 总不用 身体不好 感谢幸福出发了 跟我姑娘和儿子 这么多的观众 谢谢 谢谢你们 小宇刚才看到妈妈躺在病床上 第一句话就是 我妈妈病了 打针了 打针了 然后还自己开始默默地抹眼泪 所以我其实刚才她在表演的时候 其实就大家笑我内心一直还挺难受的 就可能很多人都不理解他们 不了解他们 但是当你真正的和他们相处之后 会发现他们的世界特别单纯 然后他们特别的善良 很真挚 就真的是那种真善美 其实我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爸爸妈妈 因为她这种孩子来讲 我妈的呀就会想 哎呀这会影响我一辈子 包括我找男朋友 包括她以后怎么办 他们要是有一天真的去了的话 我能不能照顾好她 她会成为我的负担 所以我今天要跟妈妈说 老爸老妈你们放心吧 只要有我在 我一辈子都会带着她 而且我也要说的是 我可能小的时候觉得弟弟 让我觉得很没面子 但是他现在让我觉得我很有面子 他很棒 你最棒了 你最棒 给自己鼓鼓掌 也希望你能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快快乐乐 想唱就唱好不好 好 爱要大声唱出来 姐姐要唱一首 祇小如意 把祝福送给妈妈 希望妈妈能够赶快健康起来 我们一起为妈妈加油好不好 好 加油 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 天空里大地最近的地方 神兽能摘下星星的地方 我爱说 传说中的天堂 传说中的天堂 黑牙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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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耶呀 一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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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星的内 我的家園 我快乐的地方 就此梦想 困圈梦让 我深情地把你向往 相信奶奶 我的家園 我快乐的时光 自然芬芳 和血安装 我梦想的天堂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特别感谢山东金号 为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委托人 提供这样一份精美的 医师家床品 感谢 下一位委托人呢 其实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因为在2012年的11月16号 他作为委托人 曾经来过我们的节目 当时呀 他到我们节目的目的 只有一个 就是要寻找 从小就被父母送给别人 失散多年的妹妹 妹妹 对 找妹妹 在有请他之前 我们通过短片 来回到当时的情形 我心里面 积压了一件事情 这是好多年了 看完这个节目以后啊 我就觉得这个节目 能够给我圆这个梦 我父亲以前是一个 也是一个老军人 我们家五个小孩 我是唯一的一个男孩 小妹妹 当时是1964年的时候 我父亲就要转业了 他的战友呢 他习下无子 所以我父亲和这个战友 也是在一起 浴血奋战这么多年 总觉得就是给他一个吧 就这小妹就被人家抱走 因为我母亲 林忠贤也跟我们说过 你是家里的唯一长子 儿子吧 你 就想想办法要找到 找找这个妹妹 我这次就把我父亲的照片 和我妹妹的照片 那个是我大姐穿红衣服那个 长的小妹 像的就是这个妹妹 小妹像右边这个 右边这个妹妹 这是我大妹妹 她的养父叫孙景龙 这是我父亲 好 这也是唯一的线索了 小妹 我们 也一直在挂念着你 父亲也是特别特别的挂念你 所以母亲林忠贤了 让我们和你二姐和大姐 还有你三姐要找找你 我们要是能找着你的话 我们以后会好好地补吵你 你如果能看着这期电视的话 你和哥联系 哥的电话是137-8954-9997 你可以随时随地给哥打电话 隔24个小时 不关机 等着这个妹妹回家 这是一年前的场景 最后一句话 王冠说他 等着妹妹回家 今天他又来到我们的节目了 我们掌声有请 刘晨光 你好 来了一大家子 欢迎你 你好像胖了 你好 大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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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这个小孩是谁呀 你好 小孙子 2012年11月16号 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当时真的哭特别伤心 我还记忧犹新 一个大老爷们 在我面前不停地哭 隔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我们当时也是争取 您的意见 把您的手机号码公布在我们的电视屏幕上 我们特别想知道 在此之后 有电话打给您吗 有 有 那个节目播出的当天晚上吧 我就收到了全国各地很多电话 我也特别的感动 你又哭了 也有认我哥哥的 也有给我打气的 也有给我出主意的 很多很多电话 还有人打电话说就算亲妹妹找不着 我认您这个哥哥 有有有 还有认哥哥的 有很多很多 也有说的比较这个贴近的 但是我们一问这个地址呀 或者岁数呀 或者是我这个妹妹出生年月呀 不对 第二天早晨 九点多 不到十点的时候 这个咱们向幸福出发又重播了 重播以后我第一个电话 就是来自铁岭的 这个小伙子说了一会 我就一下激怒的就 我就哭起来了 因为啥 他说的这个就是 您是那蒙古那个找妹妹那个刘先生 我说就是 他说我这有一个女同志呀 和您说的那个基本上相似 说他父亲也叫孙景龙 他是在西安部队送人的 也是六三年大年初一生的 基本上我知道的都对了一下 就说我说那他是你什么人呀 他就说我是他们家的亲人 我说那你这个女同志知道吗 说是他现在还不知道 我那你把他电话给我可以吗 他说行 我就给这个 给这个女同志打电话 我就问我是你是哪年生的 他说我是大年初一 那个03年大年初一生的 我说你爸爸叫啥 他说我爸爸叫孙景龙 你父亲在不在 他说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我母亲还在 我说你那个回去以后 问问你母亲 你这个生母姓蛇就行了 你把你爸爸那个部队翻号 你告诉他 就那两样就行了 他下午给我来这个电话 来这个电话是 我父亲是西安东升兵学校 三四二部队专业的 我母亲想也岁数很大了 想外面好像姓白 我说那就行了 这就对方了 我说你给我个照片吧 他给我发了一个照片 发了一个照片 我给他发给了一个 我这个妹妹就说了 哥你别发我照片 你发她的照片 她自己都闹错了 您十三这个妹妹和一个妹妹特别像 就是这个妹妹 你自己都不认识了 都以为是自己是吧 那就基本确认了 我当时就是第一反应就是 我说是不一定是不是 不过像幸福出发这个节目 全中国人都看 说不定还是有点 我说你让他把他爸爸妈妈的照片带上 如果带上他爸爸妈妈的照片 我一看一眼 您作为大姐 您这一眼就能看着 是不是爸爸妈妈的照片 我认识他父亲和他妈妈 爸爸 我们不认识 我姐也知道 我就认识 您是想通过这个信息再确认 对 那妹妹呢 想不到妈妈在我家 帮我带孩子的时候 有时候妈妈就眼泪汪汪的 就帮我给孩子换衣服 换尿戒的时候 我就说妈妈 你是不是又想起我那个送人的小妹妹的 妈妈说 就是想也没有办法 或者我就说那咱们试一试吧 然后就往帖里发信息 可是也找了好多年 没有找到 当时真的我就觉得有点不敢相信吧 不敢相信 对 50年 正好50年 对啊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仅仅播出了两次重播的时候 有效电话就接到了 我们自己都觉得哇 好神奇 好荣幸 我相信得到这些信息之后 你的第一时间 你的第一个想法 就是想马上见到这个妹妹 是是是 当时也不敢肯定 她就是我的妹妹 因为我说 如果是不是的话 见一次面也无所谓 没错 我说小妹你是来我这 还是我去你那 她说哥 我去你那吧 当时也不知道是不是哥 反正是就这样称呼上了 我这个小妹妹在香港 她那个往回改 我这个姐姐在西林浩特 西林光罗马 往回改 好几千里面 我这个妹妹在北京 她也往回改 大家最想要知道的 就是这一家人团聚的时候 那一刻的情景 让我们掌声有请 失散多年的妹妹 孙秋菊女士 好几千里面 你好 请坐 刚才那一刻 把我们大家都带进了 那一天 所有的家里人 在等待妹妹来的 见面的那一刻 五十年 对 又回到了那个时刻 问一下孙女士 你自己有看到这期节目吗 我没有看到这个节目 是我表哥看着的 我这个表哥吧 他从来不看这期节目 那天晚上 他就非得要看这个节目 我嫂子还说 你别看了 那个睡觉吧 就把电视就给他关了 关了之后呢 他下地呢 又打开了 又看了 看了之后 正好播这期节目 正好播 我哥在找我 她说 这个找这个 好像是我表妹 第二天 确定了一下 这个事之后 我的表妹 就给我来了一个电话 当时我表妹就说 姐我告诉你 一个天大的好事 我说 你中彩票了 她说 这比中彩票 还高兴 我说那是啥事 她就说 你哥找你 我说不可能吗 她说 你告诉他电话哈吗 我说 你不可能的事 她说 你那个 这是真事 过了一会儿 我哥就给我打了电话 咱们家媳妇就说了 妈呀 你跟哪认识 这么个骗子 而且还是内蒙主的骗子 后来我哥打电话说 你把电脑打开 看看咱们就是 11月16号 那个 向幸福出发 那个节目 看一下 我就打开了 看一下 当时我也 确实挺激烈 你还记得 亲眼看到 最亲的家园 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吗 我说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找我 我说 我也不想认你们了 她说 那为啥 我昨天 那你看从小 都把我给出去 她说 这也不是说 家里养不起 而是 父亲 你占有之情 就把你 就给人 后来我一 也想通了 养父养母 身体可好 养父已经没有了 养母还在 父母对我非常好 最大的遗憾是 亲生爸爸妈妈 都已经不在了 没有看到 兄弟姐妹 团结这一步 来的第二天 我们姊妹五个 我们姊妹五个 去祭奠了我父母亲 我妹妹也很激动 所以我也 了缺了一个形势吧 所以我们姊妹五个 在我家见面以后 我们也照了很多的照片 她今年夏天 七月份又到我们家去了 这以后叫常来常往了 是是是 今天特别又来到 我们的朋友 各位分享 她们今年的喜悦 心中的幸福 不是只有这兄弟姐妹 几个人来的 据说她给我们 带来礼物了是吧 是是是 那赶快有酒吧 我们也带来的洗糖 和洗酒 大家共同分享 我们的幸福吧 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尤其像我们打来电话 问候的嘉宾朋友们 谢谢你们 我们在这里游礼了 谢谢大家 谢谢小子 好呀 好 那我为人带着我们全家 献给大家一支 欢迎一头 一份观传 一份景象 一份观好 远远的好日光 问候的疯狂 风风远来无恙 一份观众朋友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您现在收看的是 向幸福出发 我们继续来感受爱的力量 想要了解我们央视综艺的 更多动态信息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新浪微博 爱吃央视综艺 当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 及时互动当中 只要您拿起手机 打开微博 微信任何可以掌描 二维码的软件 掌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 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接下来这位委托人呢 他只有八岁 叫蒋寒梅 他的父亲啊 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看到过他的样子 他的母亲 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带他去过公园 我们来走进这样的一个家庭 通过短片 认识一下他 眼前这个笑意盈盈的小女孩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蒋寒梅 蒋寒梅是胡塘桥中心小学 三年级的学生 爸爸是盲人的 妈妈也是 但是虽然家里 家境也并不好 但是他非常乐观的 蒋寒梅的父亲蒋国良 是一名盲人 靠给别人按摩挣些钱 蒋寒梅的母亲 也是一个残疾人 两个大人都行动不便 一家人都依靠着低饱度日 生活很拮据 蒋寒梅的母亲 语言表达上存在问题 记者无法听懂她的话语 静好有蒋寒梅 在一旁翻译着 当我们说起 蒋寒梅的坚强时 母亲忍不住 流下的泪 她说 她是一个美人 我最开始 就是把爸爸妈妈 把妈妈装成男生 把爸爸装成女生 对我们没有 过得的什么要求 基本上她能 起出来 基本上 刘阿姨是受一位好心人之托 特意来帮助这个家庭 做一些家务的 每隔三四天来一次 虽然有了刘阿姨的帮忙 蒋寒梅却没有因此偷懒 打扫卫生 仍然是她每天要做的事情 除此之外 蒋寒梅会做的事情还不少 梳头洗碗 炒蛋炒饭 还会做一件事 就是自己去买菜 爸爸跟我说 要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 我就买 我跟她起的时候呢 我的想法就是像 希望她能够像 那个寒风中的梅花一样 那个不去远 那个有一种坚强 这样的性格 教做的 这家庭それでは就坐在我们身边 一个很开朗 很漂亮的女孩 蒋寒梅 还有她的爸爸妈妈 爸爸跟我们说说 您的眼睛是 大家好 我呢 幼年的时候就生病 导致那个双目失明 新坤又民政局的同事啊 他把我们送到那个盲校 去学了这个盲人推拿 现在我就干这个工作 这可能也是我们家里 主要的生活来源吧 所以现在是爸爸一个人在工作 妈妈是没有工作是吗 对 他不能工作 因为他呢 出生的时候就遭遇难产 然后在妈妈肚子里 可能闷时间太长了 导致一个脑缺氧 现在呢 他一个行走比较困难 而且讲话呢 也不清楚 一般人也听不懂 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他眼睛看着点 我们那个能行走 我们两个人组成这样 就组成一个家庭 肯定也能那个 妻子可以成为您的眼睛 对对对 您可以成为他的双腿 我们就是互相互补的 你们是互补的 对对对 你们当时结婚之后 要孩子这件事情 有挣扎过吗 因为对于你们而言 去养大一个孩子 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对 但是怎么考虑的 当时呢 我是有些想法 有些顾虑的 但是那时候 我呢 我这人是很 有些要强 还有一点 我自信心很强 我想 我们这样的情况 照顾孩子 可能是有些困难 但是困难终究会过去 小孩长大了 也能帮助我们一些 帮助我们 我们结婚 也能有一个依靠 实际的生活 要比想象的难得很多 对 随着这个小孩的 那个出生 这困难 确实是接触而来了 首先一个 生了这个小孩以后 他妈妈还没奶水 我们就只能靠 用奶粉喂养人 可是这个事情 我们自己 从来没碰上过 也没做过 就问别人吧 别人就说 你只能 就是说 泡一勺子奶粉 每次泡一勺子 不能过多 过多会吃坏小孩的 那我就说这样吧 我就照着这个做吧 就一直过了一个月 到小孩要体检的时候 带到医院里去检查 医生都很惊讶了 他说 别人一般心 小孩一个月都能长两斤 而你们这小孩 好像没长 好像瘦了很多 所以说 问了我们喂养的情况以后 他才跟我们说 这个一勺子奶粉 这个只限于一个星期以内 可能是小孩 以后要逐渐增加胆 但是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 我这个心情是 很那个的 等于我们这个小孩 在一刚出生 就冷肌挨饿了 这一个月了 我觉得都是我眼睛看不见 我那个老婆 他没有文化 不论是字 造成的这样的结果 蒋寒梅同学 请大声地向全国观众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蒋寒梅 今年我九岁 来自什么学校 几年级几班 我来自胡唐桥中心小学 三年级八班 问一下爸爸 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 更艰难的是 他慢慢长大 学会走路啊 或者是就很喜欢往外跑啊 对对 他还是刚学会走路的时候 他觉得外面的世界 对他吸引力很大了 他就 我们家呢 有紧靠着马路啊 他就 趁我们一个不注意 他就自己跑到外面去了 当时我找不到小孩以后啊 我也当然是很着急了 是要出了车 出了事情 他我也不能活了 后来我出去找啊 我哪找知道啊 后来还是好行的邻居啊 帮我们把这个小孩抱回来了 蒋寒梅 其实非常懂事 尤其在短片当中 给爸爸妈妈做饭啊 等等等等 我想问你 你小的时候啊 这个灶台很高 你够不着怎么办呢 我拿一张凳子放在那里 站在上面就够着到了 你这些菜都是自己学着做的吗 谁教你的 爸爸教的 爸爸教 因为我 他 看到我烧菜的时候 他就很好奇地到厨房里来看 看到我要拿东西 他主动给我 帮我拿盐啊 拿味精啊 他自己开始还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就一定跟他讲说这是盐 这样的是味精 有的菜还需要放点糖 就这样 所以蒋先生在这个寒梅没有长大之前 其实整个家的家务都是您的 尽管你眼睛看不见 但是做菜做饭 对 这都对我来做 因为我 你真厉害 我老婆呢 他因为站了不稳的 就是 因为站了时间长了 他不行的 那你最拿手的菜是什么 蛋炒饭 蛋炒饭 爸爸最喜欢你吃你做的什么饭 煮鸡蛋 煮鸡蛋 都和鸡蛋有关系 你爱吃鸡蛋是吗 因为我们呢 家庭条件有那个受限嘛 别的菜呢 好像就是也买不起 就经常买些鸡蛋 就怕小孩没有营养啊 也那个不好 我听说其实刚开始一年级的时候 可能邻居啊 家人都建议他读寄宿制的学校 这样也能减轻你们的负担 但是韩梅非常懂事 他觉得应该多陪妈妈爸爸一点时间 所以他都不愿意住在学校里是吧 他说 那个爸爸妈妈在家里太孤独了 他说要回家 要来陪我们 而且他还学校里学到好多知识 还想教他妈妈呢 你教妈妈什么呢 教了字幕 拼音 买菜啊什么也都是孩子自己去买吗 开始是小孩带着我去买 后来我说 你自己买了这么长时间菜 应该也有点熟悉了 然后你自己能不能帮爸爸去买 他说好的 刚才爸爸说 之前都是韩梅带着他去买菜 其实当时韩梅的手就搭在爸爸的肩膀上 然后一步一步小心翼翼的到达目的地 根据爸爸的意见来在各个摊位上挑菜 韩梅最喜欢吃什么菜 跟爸爸逛了那么多的菜市场了 我最喜欢吃胡萝卜 为什么喜欢吃胡萝卜 爸爸也有点喜欢这个 因为爸爸爱吃 通常都是孩子爱吃什么 我们跟着孩子吃 但是他是爸爸爱吃什么 我跟着爸爸吃 我也爱吃这个 胡萝卜会有点好吃 爸爸和女儿还会经常在一块拉二胡 对的 你们最擅长拉的是什么歌 让我们搭起双脚 现场给我们拉一段好不好 来 爸爸唱你来拉二胡是吧 让我们荡起双脚 梦当起双脚 小船推开阔浪 海面倒影 美丽的白桃 小船推开阔浪 使这花儿绕着一竹红香 小船和青青 飘荡在水中 一年催来了两场霜的风 小学的尤其我们的张正英老师和吴伟峰老师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现场 韩美在学校里是一个非常活泼开朗 而且韩美她还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孩子 那个有一次我们学校的一个孩子得了白血病 在全款活动当中 韩美她也拿来了自己 甚至姐用了五十块钱 但是我们都很感动 说你就不用去了 但是她说没关系 我们祝她早日康复 很善良 像一个小天使一样 现在学校老师和同学 有对她采取什么样的帮助吗 我们这一次学校特意安排了几位老师 全程照顾奖韩美一家 到这里来参加录制节目 当六一节的时候 老师会带她去逛商场 到游乐园去还买新衣服 我们的特评二胡老师 除了在学校里给她教二胡 还每周专门抽出时间 上门为她单独辅导 我们衷心地希望所有的孩子 每天都能够快乐向上 幸福向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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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的善心 谢谢 想问问爸爸妈妈吧 你们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 这样的一个孩子 我觉得现在看到她灿烂的笑容 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你们对于孩子来说 有什么样的愿望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遗憾吗 小孩长这么大了 也没跟她过过生日吧 想起别人家的孩子 都能在节假日 父母还陪着去玩啊 同年过去 还有一些二一二岁前什么的 我们这些事都不可能 看情况吧 我们今年能跟她过一个生日吧 我们现在就给您办生日 韩梅 现在你就是你的生日会了 你看蛋糕 我们全场一起唱好不好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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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祝愿 祝愿 她闭上眼睛 在心里许一个愿 闭上眼睛 在心里 对自己说就行 愿望可以告诉我们吗 妈妈可以好 说话也清楚 爸爸眼睛睁开了 所以不当我随时 哇 来 吃蜡烛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你先来喂爸爸一口 好吗 啊 第二句话 有过多少 五年的夜晚 抬头就看见满天星辗 青黄吹拂着童年地方 远处传来爱熟悉的歌声 歌声唱出美好的喜欢 歌声呼唤着有一个黎明 心情百花样 十年从年轻 永远与你相伴的是 那天下的儿女情 永远与你相伴的是 那天下的爱你 心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尽管苦辣酸甜都有 但是你仔细品来 它都是一种淡淡的 属于我们自己的幸福的味道 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您 可以带着您感人的故事 来到我们的现场 亲自点歌唱给分方天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 现在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